Ctrl-Shift向右 然後Nordbook好像比較不好操作 Ctrl-Shift向下 OK 那再來的話呢 第一個當然選舉範圍 跟他講說我這個範圍 那他會怎麼樣呢 這個範圍他設定格式化條件 常用裡面的設定格式化條件有個新增規則 那你給他範圍就是說 他有點像幫你跑回圈 那回圈就是從第一個 到一直往右一直下一列 幫你把每一個儲存格的資料都抓出來做判斷 判斷什麼呢 那所以你要給規則 那新增規則裡面的話 第二個的話呢 上面這邊有很多的規則類型 那上面這些都不行 只有最下面這個可以 使用公式來決定要格式化哪些儲存格 那特別是最下面這個最厲害最好用 上面的真的有些只能做出簡單的結果 所以後面基本上很多如果我們要設定格式化條件 幾乎都用最下面這個 可以配合什麼 配合公式 那這個公式呢 其實就是等同是你可以利用 我們內建函數也可以做出來 所以呢 我們的底下就是等於 我們可以先等於 等於V-day V-day 然後呢 刮弧 但是我剛剛 不過V-day 特別是要自己打 它沒辦法插入環數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 如果你V-day不熟 你打應該還好吧 再來的話呢 告訴它說 你要從哪一個儲存格開始幫你檢查 因為我剛剛不是選了一堆對不對 那這個範圍裡面呢 你要從哪一個開始檢查 所以你會發現了 我們第一個應該是從哪一個 從A2 對 所以你就A2一下 特別是說 A2指的是從哪一個儲存格開始 OK 後瓜糊 然後 對 等於什麼 後面就條件 等於 如果禮拜天的話 等於1 對不對 那這個是一個條件 如果這個條件為初的話呢 就格式下面 有沒有 那如果我希望呢 如果禮拜天 那就紅色的字 填滿就底色 黃色的底 假設這樣子 按個確定 不過確定之前 我把公式再複製一下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禮拜六 按確定 好 這時候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 禮拜天全部幫你找出來了 很快吧 所以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地方還蠻好用的 它可以快速的幫你針對 你選舉範圍裡面的資料 做判斷 判斷完之後呢 如果那個條件為初的時候 它就格式喔 OK 那一樣的道理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一樣使用公式來決定第二個 什麼呢 貼上 如果為 為期的話 那就設定一個格式 這個格式的話呢 就是 也許是 底色是淺綠色好了 那這個顏色也不是固定啦 你可以自己挑一個沒關係 按個確定 好 禮拜六禮拜天呢 全部格式完成了 那你會發現喔 禮拜六有格式啦 不過禮拜六的那個格式 比較淡一些些喔 這個給的顏色比較淡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快速的幫我把格式全部做完了 而且不用寫程式啦 不過前提是你要 知道怎麼樣下條件給他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把禮拜六 禮拜天 全部都 設定好我們要的格式了 那再來的話喔 接下來當然 就有同學會問到一個問題喔 就是說這個做完之後呢 那這個年曆基本上已經是一整年年曆 而且喔 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要改變 比如說你要把2018改成2019的話 按個Enter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它底下所有的資料呢 也會跟著改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呢 2到12月的第一 有沒有 第一天我們是用Eday函數 那是跟著誰呢 跟著1月1號 那底下這個又跟著它 所以你會發現喔 只要你上面這個變動的話 那下面全部跟著變動了 所以如果你要哪一年的年曆呢 它都可以快速的幫你 馬上產生 這個功能其實已經不錯了 但是喔 就有同學說 他希望能夠來使用這個年曆 可是問題來了 那資料該打在哪裡 對喔 沒有空白 對不對 我說不然你就是插入註解也可以啊 他說有沒有 插入註解啊 他說插入註解麻煩啊 對不對喔 最好是怎麼樣呢 可以在下方幫我產生一個空白的儲存格 有沒有 空白儲存格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插入空白儲存格的話 那你可能需要怎麼做呢 在第三列按右鍵插入一列有沒有 在第五列呢 按右鍵插入一列 那你這樣估算的話 你應該要按30下 才能夠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是重複性質的動作 那當然我就不建議你這樣做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呢 能夠快一點的做完這件事情 就是呢 自動幫我在 每一個日期的下方 插入一列啦 其實就插入列 那問題是插入列 快速插入列的方法很多 那當然喔 寫程式應該是比較難的 那你想說 老師那有沒有可以不寫程式 也能夠做出那個 我剛剛那樣的結果 不寫程式喔 其實這可以啦 因為我習慣去書店翻書嘛 我發現有一本日本人寫的書 他就教了一個方法 快速插入下方空白列 但是不是寫程式喔 那我想說 欸對 可以試試看 哪一個方法呢 他這個方法很簡單 在m欄的地方 隨便取個名稱 比如說叫lumber好了 mum 然後呢 底下因為我要什麼 讓他能夠 產生空白列 所以他先編號 1到多少 1到31 按Ctrl鍵 拖拉的時候 底下這個說明可以先砍掉 這多餘的喔 就把它砍掉 然後呢 在底下呢 再把1到31怎麼樣 再做一遍 所以你可以把它複製 貼上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喔 這邊有一個1 這邊有一個1 那上面的1是有資料的 下面的1是沒資料的 就是空白列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重新排序嘛 1 跟1就放在一起了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按照這個 資料裡面的話 有一個叫做排序 然後按照哪一欄呢 按照我們剛剛產生那一欄 Lumber這一欄 然後由大到小按確定 不過喔 會有個問題喔 因為你重新排序之後 它會怎麼樣 因為我們的資料喔 是跟著上面的 有沒有 儲存格 所以如果你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它全部都變了 有沒有 為什麼因為 你插入一個 它要跟著上面的 上面沒有東西 有沒有 在A2加1嘛 A3加1 可是上面都沒有 所以全部亂掉 那怎麼辦 所以這一招好像 不太可惜 除非說怎麼樣 除非說你要做這些 一定要什麼 把這些這些東西怎麼樣 選起來 然後怎麼樣 複製 選擇性貼上 對 只有直 如果你是只有直的話 那你再來排序 就不會跑掉了 可是這個有一個缺點啦 就是說如果你將來呢 你要輸入第一天 就自動改變的話 那就不OK了 有沒有發現 那最後再把這一欄 給刪除掉 這樣 這樣子的話呢 下方 就會多一個空白了 有沒有 這也是一招啦 只是說這一招的缺點是 它 就貼完 貼之後就變直了 那如果你將來要產生 其他年份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在 做這個之前 一定要先複製一個工作表 如果你做之前沒有先複製這個工作表的話 那你可能就回不去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 這是方法一啦 這個是不寫程式的前提下 那可是如果說啦 我們希望怎麼樣 假如說我希望能夠 這個方法一 所以我剛剛有複製一個 再Ctrl加按住 再拖拉一個 那這個的話 我假設用VBA寫 當然 什麼東西都可以用VBA來寫 那可是要怎麼寫 如果在一開始斜的時候 就先 先插入好 然後你在指引的時候 就已經先加2了 再跳 這可以吧 可是問題你這樣向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向下 向右 那向 向下的時候 這就不會加殼 再加一格 沒有 因為它變成你每一格 它都會拉大 對 你向下 除非說你要向下 就拉一格 A4已經先做好 就是A3的部分 就已經先插入一頁了 哦 在那個步驟的時候 就去加入一頁 然後你後面每個加 都不是加1 是加2 就是本來的A2加1 變成A2加1 A2加1 這可以試試看 因為 然後你在做的時候 已經加一個空白 然後將來向下填滿的時候 連空白一起選 然後再一起向下填滿 然後 可是填滿的話 可能變成說 底下到64 64 然後 62 到62 可是向右填滿到L欄 7月31 OK 這一招也是可行 對 這同學想到的方法 OK 所以 如果說你要 增加空白列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怎樣 可以像剛剛同學提的 就是你這邊先空一個空白 然後做也是一樣 A2 就是跟剛剛一樣 差別只是說 把它空一個儲存格 將來選取的時候 這兩個一起 一起選 然後一起拉 不過拉到64 62 然後 62這邊 然後向右再把它拉過來 到L欄 放開 看起來好像似乎是OK的 是可以 OK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用插入 插入空白列 不過 我本來是要講 VBA怎麼插入空白列 那你這樣就不用講了 是不是 就是 不過 還有啦 不過突然就還是有同學說 老師我的工作裡面 我要輸出報表的時候 是要刪除空白列 那我要做的時候 是要有空白列 就是他跟我講說 我一下子要有空白列 一下要刪除空白列 有沒有 有耶 之前有同學好像做會計的吧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地方會用到 就是 有需要用 就是自動插入空白列 然後呢 不要就自動再把空白列拿掉 那可是如果說你們要把空白列拿掉的話 第一個可能想到要重新排序 可是重新排序 有時候就是 不能不希望它 因為排序有時候會亂掉 如果說你希望 利用VBA幫我去做完剛剛的事情 要該怎麼做 所以呢 順便講一下 這個延伸性的練習就是 如果我希望呢 能夠動態的 插入列 另外呢 你可以動態的刪除列的話 要怎麼做 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你要學會一樣 一個回圈 For回圈 從哪一個 列到哪一個列 然後再學會一個物件 叫Rows Row 有沒有 加S Rows的話就是列 列的物件 那在哪一列呢 插入的話就insert insert 點insert就是它的 insert怎麼拼 如果你不會拼 你可以看鍵盤上面 鍵盤上面有個insert鍵 就是這個insert 那有一個點delete delete 就刪除 所以呢 如果你要動態的去插入列 跟動態的刪除列 其實只要怎麼樣 瞭解剛剛講的這兩個方法 再配合一個回圈 就可以做出我們要的效果 這樣就不用了 反正你要有空白 我就按一鍵 全部幫你空白 那你如果不要空白 那我就一鍵 就把上 你可以知道 針對你要的增加或減少 馬上可以做出效果 那要怎麼做 請各位試一下 也許 反正如果現在有嘛 沒關係 那我要把它拿掉 如果像現在要把它拿掉 你還是得什麼 再刪掉 第三列 delete 不過你可能要刪掉很多次了 所以有沒有方法一鍵完成 其實工作裡面有蠻多地方 需要快速的刪除列 刪除哪些列呢 有的時候是刪除空白的 有些刪除是重複列 有的時候是刪除 可能是某一些條件的列 那你要怎麼辦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用刪除列的這個指令 就可以完成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待會再來看如何做 那我是建議如果練習之前 最好可以保留舊的 先複製一個工作表再來練習 不然的話你刪除完之後 就沒有舊的了